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22日傍晚抵达日本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鉴于乌克兰局势至国际形势紧张 警示厅22日傍晚将进一步提高警戒等级 动员1.8万名警察建立最大规模的戒备态使并落实反恐对策 拜登22日傍晚将抵达东京都驻日美军恒田基地 报道称拜登访日之际 警示厅将动员1.8万名警察建立最大规模的戒备态使 对日美首脑会谈举行地点 东京港区营宾馆以及人流量大的地铁站等地做好警备 此外报道还说 拜登在日本滞留期间 警示厅计划落实反恐对策动员爆炸物探知犬进行巡逻 指示应急反应小组待命等 为配合拜登的行动 日本警示厅还将对首都高速公路及周边道路实施现行措施 并实施大规模的行车盘长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21日先行访韩与该国总统尹熙岳举行会谈 当天来自韩国各地的多个市民团体 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 抗议美国试图借强化韩美同盟 激化东北亚紧张局势